朋友们大家好,我们上一期学了蒙古族舞蹈的一个基本手型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大家非常想学习的一个揉臂 揉臂 好,那我们今天呢就说我们的揉臂的基本要领 很多人的揉臂呢就会做成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,首先第一个很僵硬 第二个你的发力点是不对的 你的位置你看你现在是完全是用手背去带 手背带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大臂带小臂肘关节沉下来 看到没有,我们的手臂一定是肘,手肘去带 手肘去带 这个时候才会看到这是我们揉臂的基本要领 一定是肘关节去带 手臂外侧肌肉,对吧 一定不是手直接去走 一定是手肘,肘关节向上,肘关节向下 肘关节向上,肘关节向下 对吧,这是我们揉臂的一个基本要领 也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手一定是肘,肘先行 肘先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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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揉臂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外侧肌肉 还有要注意我们手臂的外形,不要把它做得非常小 还有很僵硬很僵硬,也是错误的啊 好,今天的手臂揉臂教学就教授给大家了 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下期精彩继续